卓西乡计划新建原住民产业中心历时十多年 全案在经过现任乡长旅逼前争取到中央补助 花了四年时间呢 是完成拨用玉璃警察分局宿舍土地 把基地面积扩大到203坪 针对木役、布役、销役、编役 还有生活工艺布置创新设备及空间 并提供相关的课程 希望可以协助原住民青年创业及行销通路 牧师祈福 现场民众也闭眼祈祷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花林县卓西乡 原住民族产业服务中心动土祈福仪式 历经四年土地拨用 新办计划以及多次提案审查 成功争取花林县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全力支持 由花东基金补助3440万元 总经费4425.6万元 卓西乡原住民文创农产业将以展新面貌 在玉璃镇中心展现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就要做我们卓西乡的这个旅游资讯的一个平台 他们如果来就让他一看就知道说 卓西乡部落在哪里 有哪些农作物 有哪些特色 这样他们就可以坐急诊车啦 或者我们将来有接驳车 就可以送到各部落去旅游 这是我们未来会发展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价值功能 县长也表示开心 卓西是如此的有远见 就选在玉璃镇当作是多功能的场域 游客最多 车流量也最大 一定会为卓西乡带来更大的敬意出入 最多的地方能够在这里 起建一个多功能的场地 无论在农产品的行销 或者是观光资源的分享 或者是乃至于到后来要这个多功能 可以做很多的弹性运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核心价值 也是一出发点 9月乡长吕碧钱表示 办理建筑规划地上五层楼 融入花莲山与原住民异象等元素 风格独具将迈入工程施工阶段 工期大约14个月 预计在112年正式营运 记者高松松 玉璃镇采访报道